林先生的公司是广州一家专业研发和生产贵金属高端电子封装材料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他将业务延伸到自己的家乡 汕尾 看重的就是汕尾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帮扶政策 专利最快 就那个科技级跟那个市场建筑级 他们就派一些专门的人来跟我们就观世思想就是要有专利要保护 对我们的产品也好 对以后对市场品牌也好 就有一些保护 近年来 汕尾持续深化放管府改革 加快数字政府和无证明城市建设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企业和群众办事效率全面提升 汕尾市民服务广场是广州市原件项目 大厅以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 综合窗口出证的模式为核心 实现一窗办理 受审分离 极大提高群众办事便捷度 以前的话要办一个营业指导的话 就要跑很多地方 就可能也一天也办不完 然后时间也长 然后现在就是市民广场开业之后来这里办理的话 就是一天之内就能把这个正办下来非常方便 持续深化 放碗湖改革 聚焦六个通办 大力推进前标准 中承诺 后监管 一网通全代办模式 打造我比人家办得快 我比人家办得好的店小二是服务 政务服务一体化能力 业绩业东西北前列 助力尚伟打造全国革命老旗释放样板 据统计 2020年 善伟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九 粤东西北地区第一 2021年上半年 政务服务质量全省排名第三 2021年上半年 政务服务质量全省排名第三